大家好欢迎收睇哗永续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Randy Pausch 的The Last Lecture 如果有兴趣的话记住继续看下去 开始之前记住按下来订阅和铃仔 下次出书评你就会马上知道了 虽然这本书已经很多人提过了 我相信不过都来个快速简介了 Dr. Randy Pausch 其实是一个Computer Engineer 他同时是一个大学的港师 也是教Computer Engineering 他其实有个位子叫J 另外有三个子女 他一日发现自己有些癌症在身体里面 即将会死到大概十个月左右 所以他决定留一个最后课程给他的学生 顺便希望他的子女长大之后 可以透过最后课程去明白 他的爸爸究竟是一个什么人 如何受到社会尊重等等 这本书分为五大阶段 最后三个阶段就会比较长 讲一下背景 自己的心路历程 学术上的表现 或者是感想先的 第四、第五个阶段就会比较短 我们就来到评论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作为英文书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容易读的 上次我介绍英文书的时候 就介绍了Poem 所以如果Poem固然是容易读的 小阶段就会比较少 但不要看它像是六十个阶段 其实它们都很薄 每个阶段都很短 所以如果你说你纯粹是用一个 休闲的阶段 休闲的阅读 或者是第一个阶段去学英文的话 相信这本书都会很适合你 第二个这本书的正评 就是它非常触碰 刚才在简介里说过 其实Doctor拥有三个子女 其实三个子女分别是 Delland只有六岁 Logan就是三岁 Chloe就是只有十八个月 就是一岁半左右 在Doctor拥小的时候 其实Doctor拥有很担心 他们的子女会不记得 甚至会不知道爸爸的存在 所以就透过这本书 和他真正的Last Lecture YouTube都有看的 去纪念这件事 尤其是Last Chapter 当Doctor真的拥小后 就加插了这插图 是他背着三个子女 其实真的非常触碰 其中Doctor也有分享一下 他自己的Parenting 在一个家里 如何和家人相处 和子女相处 而当中就发现到 他们家里有个Gogenwood 就是不可以问 Single word的问题 比如说Eat 就是问你吃不吃 就不可以问的 因为其实他想训练 他的子女要充满爱 要懂得尊重别人 以及要懂得跟家人沟通 所以这些 你都会看到 其实是他真的很爱着他的子女 他很用心去栽培他们成人 从小开始就已经训练 他们问题的风格 要诚恳和尊重 第三个这本书的正评 就是这本书 讲了一些很cliché的道理 但用了一个很新铭的方法去说 其实人生的哲理 来来去去都是那些 如果说教的话 就会很老套 但doctor可能会和他 是晚年 他也有很多关于人生的感想 所以他可以透过一些很小的故事 去讲一些大哲理 人生的大道理给我们听 比如说 其实他就觉得 老师其实不可以太过 self-centered 不可以太过字幕中心 因为他觉得 其实老师的职责 就不是借教书 而是要帮助 特别完成他们的梦想 我觉得这件事 可能因为我自己教过 所以特别有个名字 看到那篇章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做老师 真的有一个使命感在这里 当中他就写了一个例子 就是他曾经有一个学生 就说他很想拍攝 Star Wars 因为他认为computer engineering 所以他的学生就想 从事各方面的CG 各方面的东西 但他的学生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其实Star Wars停运了 大概10年左右 在1983年至1993年的时候 停运了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Dr.觉得他很荒谬 就是Star Wars停拍了 你想什么想入Star Wars的团队 但是最后他这个学生成功了 他也是这个Dr.的 数一数二的高徒 所以我觉得 其实他从一些小小故事 就告诉我 还有提醒我一些 很小事 但是人生的大截力 由于这本作品 其实是Dr.Randy的最后人生作品 所以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负评 但是我都提醒一句 因为之前Mirad的R 他介绍过这本是他人生必读书籍 所以我也是透过看完他的介绍之后 去买这本书 我觉得大家都不要抱 我说非常大的期望 就是觉得很Iy的名爱的感觉 因为其实他始终是一个纯粹自转 还有一个真的last lecture 所以是比较以一个平实 还有一个真心的形式去写这个Memoria 所以大家就不要觉得 是真是很故事性 很fictional 纯粹是真心的作品 只要你不抱太大的期望 其实这本书都会挺好看的 来到评分的部分 这本书我就给他8 over 10 我觉得其实他真的很容易去读 我推荐这本书给 现在对于人生有相当迷迷的事情的人 因为听到这本书 你就会觉得自己也很渺小 但是渺小得来很幸福 还有我就介绍这本书 给所有想学英文的人去看 有很多学生常会问我 究竟是什么英文书 才可以学英文呢 但其实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半酬 除非你看书和字典 所以如果你真的答不出第一步 我就推荐这本书给你 我们今天就来到这里 记得按下来订阅和按下来订阅 下次出品你就会立即知道 拜拜